就刚才介老师提到的就是王毅说出的是心里话 但是不一定西方国家或者是欧洲的国家会对此买账 那么接着呢当然中这个就是王毅的这番话也引起发了很多的质疑 那么在演讲之后呢其实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我去看了很多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我觉得也蛮精彩的 其中呢这个主持人当然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席霍伊斯根 他的第一个问题就直接切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是否过于密切了 这个霍伊斯根呢他的问题是这样问的 他说2023年啊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增长了大概30% 难道中国不应该对俄罗斯来施加更多的压力吗 对此我看到外长王毅的回答是说 他说不要把乌克兰的责任推给中国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 而中俄就是正常的两个大国的关系 并不会说有这种结盟啊或者是我们也没有搞对抗 也没有针对第三方等等 所以最近呢我们就发现无论是俄乌问题啊 红海危机啊甚至到南海的问题 欧美好像都有一种想要把责任推给中国的意思 都在指责说是不是中国没有积极的解决问题 杰老师您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现象呢 我觉得王毅讲的很有道理啊 讲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对俄乌战争从都开始 就是从他的历史转折的 是非取得开始看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劝和促台 希望停火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这些都中国在很多的 俄乌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上都 基本上都是这样主张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觉得王毅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是说 如果在俄乌战争从中国选边站的话 对今天的俄乌战争难道会有好 难道会有好的帮忙吗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始终在能够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都保持理性沟通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这场冲突的解决 还是真正重要的资产的 你现在欧美国家跟俄罗斯 还有理性沟通的空间吗 对所以其实作为第三者 对于两兆之间冲突 第三者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位置 而不是骤然加下去啊 这个拉偏价对某一方面 那么好助权 这种只有让战争继续延续 而不是让战争可以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王毅应该可以质疑一下 尤其美国 这种欧洲国家在俄乌战争过去团决的地方 到底是帮助了乌克兰 还是帮助了俄罗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而且我刚才也看到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其实对于中国的反应方面 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着中国的调停 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穆尼黑峰会期间 王毅也和乌克兰的外长去进行了见面 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的外长 其实他也是蛮急切的 希望在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所以杰老师您认为在未来的这些热战 或者几个比较有问题的战场 以及这种问题当中 中国是不是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 而西方会不会真的愿意让中国在这其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 我觉得西方基本上他们是很矛盾的 他希望中国大陆站在他们那边 可是又不希望在这些重要的热点问题里面 中国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不管是恶物冲突还是以巴冲突啊 中国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跟中国大陆的大陆上的过去 在国际事务上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以强调就是要透过国际组织 以国际法来处理 国际之间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的针端 这个才有合法性 那任何单一国家在这个冲突中啊 在选边或者说保持有一个自以自有的态度 我认为他的合法性都有问题 那还是要透过国际组织 尤其是联合为国为主的国际组织 那今天说实话没有跟着欧盟跟美国走的国家 大有人在啊 对 大有大有国家在 你几乎上市多数国家基本上 跟中国的大概对这场冲突的立场都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西方人有自己的角度来指责中国 我觉得是只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自己的缺失了 是 没错 而且呢 我们看到呢 同一时间呢 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 我们说的会面当中啊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重点 当然俄乌是这一次的重中之重 好 好